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爱玲已经是很难搞了 这个稿子我打个引号 大家知道顺便提醒一下 海外汉语习惯稿子是有贬义的 乱搞 胡搞 搞什么样 虽然有时也有中性的意思 比方说搞笑 大部分的时候 内地说的乱搞男女关系 其实乱搞男女关系主要是乱 不再错 不再搞 你有听过正搞男女关系的吗 好好搞男女关系没有的吧 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出现了一个词叫搞建设 把GDP搞上去 所以搞是变成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词了 以至于学术界 大家都把自己的研究对象 项目的关系也称之为搞 研究生出国 同事多年不见 一问靖康 这几年主要在搞什么 搞李白 搞李商隐 有时候说出来很好笑的 学者到香港开会 说今年来写什么论文 他说我去年搞张爱玲 今年想搞王一 所以发扬这个传统 我加个引号 我也说之前张爱玲难搞 现在才知道陆讯更难成 我怎么会选择这么两个座 讲了整整个夏天 他常常半夜失眠 比身边的一些捣乱的小人还要麻烦 当然 鲁迅张爱玲也给了我 蔑视这些小人的一点信心 今天要读野草中的利论 这是我最喜欢的鲁迅的散文之一 我上课教现代文学 五四散文 一共没选几篇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梁宇春 春召一刻值千金 梁石秋 男人 女人等等 鲁迅我就只选这一篇 就是利论 要是多选几篇的话 我还会选灯下慢笔 论人言可畏 死等等 这些以后我们都会读 但是选利论 不仅是为了文学 也是为了跟同学们一起谈谈 做人处事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说实在话 其中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 就是和大家一起讨论 这个利论里边是故事套故事 说是课堂上 老师在回答学生的问题 老师讲了一个故事 说一家人家生了个男孩 何家高兴透顶安满月的时候 抱出来给客人看 自然是想得到一些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 他于是得到了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 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老师的结论是 说要死的必然 说富贵的徐晃 但徐晃的的好报 说必然的遭打 你 其实鲁迅在这里悄悄透发概念 说要死的必然 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是客观事实 或者说是真理 但是真理跟真诚 不是一回事情 说出事实和真理 有时需要真诚跟勇气 但真诚的说话 并不必然表达事实跟真理 有时候是说话人 相信自己说的话 他自己相信了就可以了 比方说一个教徒在祷告 相信上帝 他很真诚 但他在旁边的人看来 他未见的是在说真理和真实 但这不妨碍 教徒是在很真实的说话 回到小孩满月这个时候 人们主要是一种祝愿 这是一个礼节 礼节最主要就是真诚 不是说真实 说生官发财的人 如果他是真心祝愿的话 他无可厚非 就每年过年我们都见到 恭喜发财 新春快乐 你总不见得说 你这一年总会不快乐 你这一年不一定发财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何苦呢 你就要真诚就行了 你说小孩会死 这虽然是事实 但是因为人人知道 你也是废话 你随便每天碰到任何一个人 你都说你会死的 你会死的呢 人家怎么办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你说的不对 所以这种方法 这样说真话的被打也不冤枉 鲁迅 在有一篇叫新秋杂诗三 那一篇文章里面说 花呢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 对对对 仔细想想 花也是植物的生殖器 科学常识 但是喜欢喜马拉雅 各位听众啊 你们情人节或者什么生日的时候 送花给朋友恋人 千万不要补一句 说来来来来 给你送你一个生殖器 或者送你一堆生殖器 虽然你说的是真理 你想想你啥后果 鲁迅这个偷换概念 将世俗礼节层面的真诚 与科学政治层面的真实真理 混为一谈 却巧妙地带出了三个极严肃的问题 一 什么是真话 二 人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或者不应该说真话 三 为什么说真话的受罚 说谎的有假 第一个问题 刚才已经讲了 一个真诚的说话 自己相信自己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 二呢 是说出事实跟真理 一般说来 一是二的基础 但有些场合 对小孩来说 对教徒来说 对恋爱当中的人来说 对世俗社交 一就好了 就是真诚就好了 所以真话的两个层面 真诚与真实 这个 鲁迅其实非常看重前者的 他在破恶声论当中 伟是说过 叫伟是当去 迷信可存 今日之一也 这个有意思 伟是 伟是 鲁迅后来一直批判的 就是那些虚假的人 迷信呢 他在这里倒是一个正面 他不是坏的 讲封建迷信那种 指的是 痴迷信仰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 他认为 一个人对一个观念 信仰痴迷 这个可以咬 伟是 是他一生憎恨 尤其是 为官方说假话的知识分子 他认为 这个是比一般的国民性坏 就更糟糕的一种事情 鲁迅一直认为 中国国民性的毛病 在于普遍的虚伪 由普遍虚伪 带出的第二个问题 就更复杂了 就是我们平常 什么时候说真话 特别是 让人不舒服的真话 比方说 你有一个roommate 室友 买了件新衣服 或这么说 剪了个新发型 你假如说 觉得好看的话 那你说真话无妨 他既是事实 就是你觉得好看 又是真诚 前面事实就是好看 真诚就是你觉得好看 也代表了你的 对他的好感 如果这个人讨厌的话 也许你也不说 但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觉得不好看 你告诉他的事实 这其实是一个感受 你很真诚 但他可能不开心 你不告诉他你的感受 甚至你骗他说好看 这就不真诚 他可能开心 但是违反的事实 怎么办呢 其实这种事情 我们天天碰到 常常碰到 越越碰到 我个人认为 有两个标准 觉得你会不会说真话 第一呢 跟你关系越好 你就越应该说真话 你觉得呢 所谓真话 就是说出你觉得的事实 这样的当然 这样你是对你 关系好的人是真诚 然后呢 如果你的关系越淡 那你就越不容易说真话 你只要顺着那人 跟你不相关的人 他的头发好看不好看 衣服怎么样 跟你啥关系 这个时候你的说话 其实是客观上 是寻找对你最有利的方式 说话 就是说 你最不会得罪人的方式 去说话 所以这个讲生意诚 就是从利益 还是从原则出发 说真话是一个原则 不讲生话呢 其实都是会获得某种利益 就像碰到人过年的时候 你发财发财 这个都是一种 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油 少受损失 按我们古人的说法 就是意义和利 我们对亲人 我们就要讲真话 当然这个话说回来 关系再密切 即便亲人之间 你能全说真话吗 不妨大家试试看 这个千万别试太多 最亲密的人之间 子女跟父母之间 男女夫妻之间 你要是什么事情都按照 只要这是科学 他送你话 你就说 你为什么送我生之气 你看看你会怎么样 这里边还是有些规律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社会性的缺点 可以说生理性的短处少说 你看到他 你可以说 哎呀你这条裤子啊 你穿那太长了 但你千万别说 你腿太短了 同样一个事情 一方面真话的程度 跟关系眼镜成比例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 我要特别讲 就是他跟专业程度 也是成比例的 或者说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标准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 今天如果有人在饭桌上 问我这座山好看 还是那座山好看 这个图画好看 还是那个画好看 我会比较轻松的即兴回答 或者呢 我察言观色 看看语境 看看对象 怎么说话得体获益少 能获益少受害 那我就怎么说话 这个叫逢场作戏 但是如果你问的是 鲁迅哪篇文章比较重要 鲁迅跟梁石秋的争论 谁对谁错 那即便坐着的人 跟我关系有亲有殊 我还是要很客观的 说出我的看法 我不能随便的 或者察言观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的专业 人对自己的专业 尤其应该说真话 这就回到鲁迅刚才讲的 假如说这个客人当中 有医生 如果他看到小孩脸色不好 他就不应该只是 恭喜发财了 而应该提出建议 比方说 当然了 这种建议也要委婉 你看到你同事朋友 脸色不好 你要真心关心 那你也应该说你多注意休息 或者去什么诊所 而不会说 你看上去快死了 好 那可不行 从专业道德角度讲 一个医生 律师 教授 或者统计人员 因为利益的考量 不说出他看到的真实 也许一时可以使病人 客户 学生 领导 高兴快乐 但长远的后果 非常非常坏 我这个 有一个智能体温表的故事 说某人 脾气不好 量体温 一不合心意 就会把体温表给摔掉 久而久之 体温表学聪明了 他不仅测量体温 也测量你的心情 你想逃课的时候 给你温度升高 你想泡妞的时候 给你温度降低 这个主人非常喜欢 大家想想看 假如我们的同事朋友 下属也跟体温表一样 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 但问题的复杂性 就在于专业考量 又不是一个方面 比方说医生 他除了诊断病情 癌症第几期 他有时还要兼顾病人 心理健康承受能力 鲁迅不是说 他不全部说出真话 怕影响青年吗 好像有点超越了 文学家的天职 加入了政治家的考量 更极端的例子 我们可以说 将军向上级 向大众汇报战况 是职责 但有时候 他为了鼓舞士气 谎暴隐瞒一部分军情 是不是也是将军的责任呢 很多时候 我们的智慧不够 能力有限 看不到事实和真理 但有些时候 大家其实是很清楚 怎么回事的 不是看不到 而是没法说 没人说 我参加过一些会议 会上有些话 有些事 其实大家都不怎么相信的 你想说真话吗 你只要看看旁边 前后左右 张三李四 平常都是多么聪明的人 人家为什么不说啊 人家傻瓜吗 总有道理吧 要你招什么急啊 这就回到了鲁迅 这篇文章提出的 最尖锐的地方 为什么说真话 明明对社会有好处 要受罚 为什么说谎 明明害了社会 但反而有假 假如聪明的体温表 这个时候听了 他就会说 不过学老师 我知道 因为我报了真实体温 我就被摔掉 为什么 我讲这个课的时候 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考华东师大研究生的时候 有一次去拜访 许杰先生 是个老作家 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老作家 原来华东师大的中文系主任 那时候他还住在一个平房里边 在他家门口呢 看到里面出来一个老人 六七十岁 头发蓬乱 衣服破旧 而且不合身 更让我印象深刻 是出门的时候呢 咔嚓一声 很往地上 吐了很浓的一口痰 用脚把它擦掉 然后慢吞吞的走了 我很奇怪 我想这个许杰教授大作家 怎么会有这样的客人 我进去就问起了 刚才那个人 许杰先生说 那个人是五十年代 一个旧学生 一些过去的学生 在反右的时候呢 他站出来为老师说话 说老师不是右派 举的例子呢 就是利论 后来呢 这个学生也被划成了右派 流放青海 劳改 中间又坐牢 结婚 离婚 折腾几十年 现在 那个现在指 我指的是八十年代初 就平凡改正了 当时呢 就找许先生 想调回江浙 他其实才四五十岁 已经老成这个样子 许先生说 他看了以后很难过 前两年 华东师大中文系 成立校友会 我和上海新闻出版局 局长孙荣呢 就被推为 杰出校友发言 发言中 我也讲了 许先生这个学生的事情 我说他 也是我们中文系的 杰出校友 下集继续